我们会一如既往,保持自律,坚持廉政的原则。 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承诺。 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持清廉政治。 一个连接的政府,良好的治理体系,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。 因此,我们制定严厉的法律制度以遏制违规行为。 在价值观或是个人操守方面, 部长和议员的个人行为也必须符合社会规范。 在新加坡,很少发生政治领袖贪污的事件, 但不是完全没有,曾经发生过。 因为最好的制度也会防不胜防。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就体现了这一点, 但也反映了我们决心维护廉政的原则, 坚决反弹的立场。 我们确信,要继续维持连接的政治体系, 要让人民继续信任人民行动党政府。 我们必须不隐瞒事实,公开处理问题。 因此,如果任何人,包括部长或议员, 涉嫌贪污或违法的行为时, 我们绝不姑息,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。 如果调查结果证实,当事人并没有不妥当的行为, 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, 事情就会了结,还他一个清白。 如果调查发现当事人犯错, 我们会按照法律采取严厉的行动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